我们这一节呢开始做一个实战方面的练习 替换一下手机中间的屏幕 那我们在素材中呢 加载一下这个phone的这个视频图片 那这个视频媒体呢 我们看到运动量不是很大 那么mocha呢在处理这种平面呢 绝对是它的最强的一个选项 那这边我们就通过动画进入到mocha 那注意一定要选中你的视频 否则这个菜单它是不会激活的 然后我们在这边进入到mocha之后 直接确定一下 那么建立跟踪的时候 我们看到我们这种平面呢 它是有这种透视扭曲的 那你在跟踪的时候 一定要找中间最平滑的这个面 也就是说能显示出 所有信息量的这样的一个面 比如我现在在一个正面 那我可以在这个时候呢 去画一下它的边缘 我们用这个x工具 那画的标准 可能你会去想点这里 点这里 这里 可能你会去想我要跟踪这个面 我就画这个四方形 其实这是一种错误的方式 我们在跟踪平面的时候 不一定呢就跟踪它这样的面 我们撤销一下 我们可以Ctrl Z 或者是Cmd Z 在这边可以看到撤销 那我们也可以把这边的跟踪数据呢 点击垃圾桶删掉 那你可以去点击上边的这个面 比如说屏幕的边缘 我来点击一个点 注意点击的时候 它可以有一个预览 稍后我们再来看这个预览 我们在这边先点击一下 然后下边对齐到这个点 然后这个点 那我可以右键闭合一下 比如我就对齐这个图形 然后参考它的这个屏幕边缘 我在这个视图中呢 可以开启它的一个 整体调整的一个叠加的预览 我们这边就在这个工具栏上 点击下这个小的放大镜 就是一个收放窗口 那么你在点击这个点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大致 我们这个蓝色的线和边缘上的一个关系 比如我这边拖到这个位置 然后我下边边缘呢 也拖到这个位置 然后我上边的这个边缘 我大概在什么位置 我可以看一下 比如我在这个点 然后我下边这个点 我在手机的屏幕的这个边缘 那基本上我们都把它对到了边缘 就是毫无疑问的 那这边我们就点击下放大镜 隐藏一下 开始呢 向前追踪一下 点击下 往前 我们看到这个时候 它的运动和速度 都可以很好的贴合 即便呢 有这个透视和扭曲 你也会看到变化 然后这边呢 我们会发现一个问题 你的手机边缘呢 它有这个反射 有这些高光 那么在它运动的时候 包括左边 这些高光运动的时候 它可能会有一个错位 我们这边再看一下 往后边去追踪一下 同样注意 我们选的是手机边缘 但是当它旋转之后 屏幕出现了这些高光或者是反射 那你会造成边缘的一个错位 那这样子的情况下呢 如果我们加载一下这个平面 然后拖动对齐一下 当然你可以点击下这个放大镜 我们在拖的时候 可以看到这个边缘 那另外你会发现 手机的这个边缘和屏幕呢 颜色非常相似 我们在拖的时候 可能看的不是很清楚 到底什么地方是它的边缘 这边呢 有一个太阳 我们点击一下 你可以通过它临时呢 加大一下亮度 那你在拖的时候 我们看到这边 就没有拖到这个边上 所以我们可以移动 看到你大致呢 要放置了这个边缘在什么位置 这个只是一个预览 并不是真正的改变图像 点击下可以呢 回到正常 那这边我们可以在它的图层中 先看一下这个网格的方式 我们可以先拖动预览 观察一下 它的这个变化 那我们看到从起始到结束 基本上结果还是比较满意的 但是由于前面呢 我们这个边缘 有一点点的小的错位 还是稍微有一点点的 这种抖动 但是我们看到这个结果呢 并不影响最终整体的视觉效果 可以说这个跟踪还是非常成功的 那跟踪的话 我们刚才是跟踪了一个方块 当然你不限于只跟踪这个区 我们隐藏一下 那这边我们把这些 棋盘呢也暂时隐藏一下 那注意选择图层 这边网格改成 没有 我们这边显示一下 然后取消一下 那换句话说 我们在画点的时候 你不一定就非得跟踪到这个屏幕的边上 我们是很灵活的去做这个追踪的 那我们看到中间的平面 刚好就是一个很好的运动物体 我可以去点击 如果在这边尝试呢 把这些点来计算进去 我们再稍微的调一下这些点 也就是说你尽量不要去包含这些 带有这种高光或者是反射的这些区 所以我们现在选的点都是在内部 它没有这些高光或者是反射 那我们这个时候的点 平面确定好之后 我们再尝试重新追踪一下 那我们继续向前追踪一下 我们同样可以获取非常好的跟踪的结果 而且这个时候因为你没有高光和反射 它的平面跟踪会更稳定 我们也会看到它在运动的时候 平面的一个整体透视关系的运动变化 然后这边我们再让它把后边这一段最终完成 我们在跟踪完后会发现即便你选的多了或者是少了都不会影响整体的变化 因为我们跟踪的是平面 并不是说跟踪的某一个点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把这个位置呢 再重新调整一下 切换一下它的四个边角 在这个比较亮的模式下呢 我们尽量的对得起一点 这边还可以稍微再往外边一点 最后我们可以关闭这个显示 那我们在这边就不去插入这个logo了 我们来插入一个自己需要的图像 可以显机导入 那这边选择 我们在这个素材中呢 导入一下这个手机屏幕这张照片 打开一下 这边就不用考虑大小了 确定一下 当这个屏幕置入之后 我们拖动去观察 我们看到这个整体效果和置入的平面 还是比较令人满意的 当然还会有一些小的细节 没有处理的特别到位 比如说我们看到的这些边角 那么它在运动的时候 可能说会有一点点的偏移 甚至是有一点点小的错位 这些呢都是我们要考虑的问题 这个呢我们到下一节呢去理解 所以我们将来讲两节的东西 明镶并不关注定 就可以用来讲运动